小宝,这个像啥? 就像蝴蝶的翅膀啊 没错,这就是传说中蝴蝶效应的那只蝴蝶 那你知道蝴蝶效应到底是什么吗? 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回答 你知道什么是蝴蝶效应吗? 蝴蝶效应只可言传不可言传 一群蝴蝶也能引起一场轰动 那种暴风之类的 蝴蝶效应 之前是在亚马逊河流一个蝴蝶山洞翅膀引起的 然后其他地方的一个风暴灾难 一个天气影响 那你觉得它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只是这个 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吧 联系 明显来大家对蝴蝶效应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知道它是小事便大事 但似乎又没有抓住重点 甚至有些误解 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蝴蝶效应 你可能对人生都会豁然开朗 蝴蝶效应最经典的手法是 一只蝴蝶在巴基山洞翅膀就可能在德克萨斯州引发一场龙卷风 这可不是我说的 这句话的来头是在1972年 美国信号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就发表了一场科学演讲 其标题就是这个 那么从此之后蝴蝶效应这个说法便流传开来 但是我们想要充分理解蝴蝶效应 要从科学决定论说起 时间回溯到17世纪 当时的科学是一个充满自信的黄金时代 1619年 开普勒就根据帝谷的天文观的数据 总结出了行星运动三大典礼 也就是后来的开普勒典礼 他精确地描述了行星是如何运行的 这也第一次让人们意识到 曾经被认为是神灵的星辰 其诡计竟然可以被凡人的公式所捕获 1687年 牛顿发表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提出了普世音的物理原理 牛顿插带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这些定律就像上帝的代码 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揭示了宇宙的运行法则 不仅能解释行星运动 潮汐的掌握 还能完美解释地球上的物体运动 整个世界在人们的眼中就仿佛一架宏伟精英的钟表 分秒不差的运转 人们甚至觉得自己有预测未来的能力 这可不是吹牛啊 因为当时确实有两件大事震惊了整个欧洲 1682年 有一颗彗星划过夜空 哈雷就利用牛顿的理论 大胆预测这个彗星将在1758年再次回归 当彗星如屈而至时 虽然哈雷没有亲眼看到 但整个欧洲都为之沸腾 因为人类第一次证明自己有能力预知遥远未来的天象 时间来到19世纪四年代 天文学家发现天王星的运行轨道 与牛顿定律的计算结果有危险的变差 不过人们并没有至于牛顿定律 反而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假设 在天王星之外还存在着一颗未知的行星 其引力干扰了天王星 于是在1846年法国天文学家 勒维耶就通过反推计算 精确指出了这颗行星在天空的位置 当时人们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在指定的天空发现了海王星 可以说海王星的发现是人类智慧的一次伟大生命 因为它雄遍地证明了科学理论的预测能力 比如对于一个蛋白 只要你知道小球的四方角度 用牛顿定律 你就可以完美计算出它的轨迹 对于一个大胆 只要你有出此条件 你用牛顿定律 就可以精确计算出炮弹的弱点位置 就算你的发射角度稍微有一点偏差 你的位置弱点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于是科学家们开始突然相信 一切自然现象 似乎都遵循着某种科学规律 慢慢的 人们在这种观念下 催生了一种机械的宇宙观 英文叫做Clockwalk Universe 这种观念认为 世界的一切都是由因果关系联系起来的 其核心是讲是 世界的一切运动都由确定的规律所决定 知道的原因就必然能推导出结果 现在是过去的必然产物 而未来由现在所唯一确定 而这就是科学决定论 也常被称为因果决定论 这个决定论从18世纪起 基本上统治了整个科学界 1920年 爱因斯坦给马克斯波恩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相信自投资的上帝 我却信仰完备的定律和秩序 这说明爱因斯坦也是决定论的支持者 其实早在1814年 法国家拉布拉斯就对决定论深信不疑 他甚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 拉布拉斯亚 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可以把宇宙现在的状态 视为过去的果以及未来的因 若一个智德知道宇宙中每个原子的确切位置和动量 他就能够使用牛顿定论来展现宇宙世界的整个过程 包括过去以及未来 大白话讲 这个世界的未来早已被完全确定 你是不是觉得哪里不对 但是又说不清楚 世界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时间来到1961年 一个意外悄悄退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当时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路人子 就开始使用计算机来模拟大气系统 用来预测天气 他用温度、风速和气压等12个变量 建立了一个简化的天气模型 经过电脑计算就可以列出12个对应的长序列结果 不过当时计算机才刚兴起 模拟所使用的计算机型号是LGP30 内存和算力这些都不太行 需要进行多次计算 而正是这些技术性的限制 为那次历史性的发现埋下了伏笔 有一天 路人子想重新审视之前的一段模拟结果 为了减少时间 他没有从头开始计算 而是选择了一个捷径 从中间状态重新启动模拟 手动输入了上一次记录的12个数字 然后就让这样机接得算 几个小时后 当他回来查看结果时 惊奇的发现 新的运算结果与之前那一次完整的运算结果大相径庭 起初两条曲线几乎是重合的 但随着时间的退移 它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最后变得毫无关联 路人子一开始认为是计算机出了问题 但经过仔细排查 他找到了问题所在 在计算机的原始记录中 有一个变量数值是0.506127 而他为了方便 手动输入时只取了小数点后三位 输入的是0.506 这个大约为万分之二的舍入误差 在传统世界观中理应被忽略不尽 然而正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初始误差 在路人子的非线意系统中 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食指 激起了高天巨浪 这个发现让路人子意识到 对于某些复杂的系统来说 一个极其微小的初始变化 就有可能对系统长期的演变 产生巨大的影响以及不可预测的结果 两年后在1963年 路人之内发表了一篇论文 标题为《确定性非洲气流》 这篇论文被认为是混沌理论的开山之作 里面把原先的12个参数进行了简化 得到了一个全新的方程组 这里的XYZ并非代表空间坐标 而是代表大气对流系统的 三个关键变量 分别是对流强度水平温差 以及垂直温度波面机变程度 另外三个参数是 普朗特素 锐利素和集合因子 这个方程组看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它却描绘出了一个晶能的动态系统 路人子还在路人中画出了 这个方程组对应的投影图 实际上我们把它画到三维空间当中是这样子的 没错 这就是我们视频开头所看到的那只蝴蝶 这只蝴蝶有两个颠覆性的特点 第一对初始值敏感 我们可以选三个非常相近的点 作为初始值 你可以看到它们的位置无差只有0.0000001 跑起来的时候由于它们的位置几乎是重合的 所以颜色来看起来是彩色的 那么进行一段时间模拟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们的轨迹将慢慢分开 最后走出完全不一样的路线 而这些路线也将永远不会重合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决定论当中 类似的原因产生类似的结果 是不是相悲的呢? 2. 确定单不可预测 确定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只要你的初始值完全一样 系统所演化的路径也是唯一确定的 另外一个确定性是无论初始值如何 这些线条的最终轨迹都会被吸引成这个蝴蝶的形态 而这个宏观的蝴蝶分形结构 就被称为这个系统的吸引子 既然看到这里来我们就把吸引子的概念拓展一下 它是微积分或者系统科学论论的一个概念 是说一个系统有朝着某个稳态发展的趋势 这个稳态就叫吸引子 比如有阻力的蛋白 其速度和位置的像空间是朝着圆点盘旋 所以它的最终稳定状态 也就是说它的吸引子就是一个圆点 而无阻力的蛋白呢 它的吸引子是一个圆环 因为它的稳定状态就是这个圆环 所以也就是它的吸引子 不过呢 这些都是几何形状光滑 结构简单 没有无限复杂细节的平庸吸引子 而我们所讲的这只蝴蝶 它可以呈现出无限复杂的结构 它可以以一种永恒的无休止的方式运行下去 且永远不重复 所以它又被称为奇异吸引子 说完确定性 那不可预测性体现在哪里呢 体现在第一点 也就是对初十字敏感 你可以想象一下 在现实世界中 我们永远不可能绝对精确的去测量一个参数 作为初子条件 比如温度 我们的测量值可以是25.1摄氏度 那么其真实值呢 可能是25.1568 后面跟着无数多为小数 那么这两个值之间的微小无差 都会在这个系统中被指数极放大 最终让我们长期预测变得不可能 1972年 若仁哲在美国的大气研究会议上 做的这个科学演讲 他只是拿蝴蝶山洞翅膀和龙卷峰做一个比喻 实际上他是想告诉我们 对于天气这样的复杂系统 虽然遵循着确定的物理规律 但因为其对初始值极端敏感 再经过系统持续放大 再将导致长期的行为不可预测 马斯理工大学曾经做过一个模拟 把气球放在同一个地方放飞 白信是他的轨迹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 气球将会完全被分开 且路径截然不同 为什么说我们长期无法准确一下天气 原因也在这里 1975年 李天岩和詹姆斯耶克首次使用混沌 来命名这种现象 若仁哲的发现也为一门全新的科学分支 混沌理论丁定的基础 比如这个双板就是一个混沌系统 我们以同样的角度释放 你会发现他们的轨迹完全不同 甚至不可预测 那有人问了 你都以同样的角度释放了 为什么轨迹还不同呢? 因为这两次释放 我们的手是无法做到完美无误差的 同一角度释放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 虽然他们的轨迹完全不同 但是你不能认为双板它是随机的 混沌不等于随机无序 更或者是混乱 至此我们就可以列出一个表格 看一下科学解论论与蝴蝶效应 所对应的混沌理论具体有什么差别 首先因果关系方面 科学解论论和蝴蝶效应 都是遵循严格的因果链 只是混沌理论这边 更加强调的是一种复杂的因果网络 第二 初始条件 科学解论论对初始条件不敏感 认为相似的初始条件会导致相似的结果 那么蝴蝶效应这边 对初始条件极其敏感 就算你是相似的初始条件 都可能导致天差地别的结果 第三 可预测性 科学解论论这边认为 确定性等于可预测性 但是蝴蝶效应这边 确定性却不等于可预测性 最后一个核心世界观 决定论这边认为 宇宙如钟表 就像一个宏大精密 可被完全理解和预测的机械系统 蝴蝶效应这边 同样认为宇宙是确定的 但是它是不可预测的复杂系统 总之呢 蝴蝶效应的发现是革命性的 它作为混沌理论的核心 揭示了决定论世界中的可预测性崩塌 但这并非对决定论的否定 因为混沌理论中的因果链 并没有断裂 蝴蝶效应 只是让我们对决定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而真正从根基上颠覆科学决定论的是量子体学 量子体学在微干尺度上告诉我们 宇宙的运行逻辑不仅包含了不可预测性 还包含了内秉的随机性 这也彻底打破了经典决定论的因果链条 经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就可以澄清当前大众对蝴蝶效应的一些误解 误解一将蝴蝶效应滥用于所有领域 比如说今天我去买彩票所以我特意穿了西装 还真买到了 那你说这是蝴蝶效应吗 这明显不是蝴蝶效应 因为彩票是一个纯随机的事件 理论上讲它与之前的所有事件都没有关联 误解二把任何小事都引起大肆认为是蝴蝶效应 比如说修车时由于一颗螺丝钉没有拧紧 所以导致了车祸 那这是蝴蝶效应吗 这也不是蝴蝶效应 因为这是一个可预见性的线性的一个关系 是安全生产问题 不是蝴蝶效应 误解三把蝴蝶效应理解成一因一果的简单电视反应 比如说NBA总结赛的最后一秒由于一个罚球没有进导致输了总干净 这明显也不是蝴蝶效应 因为一场比赛是48分钟内无数次攻防传球战术和运气的复杂结合体 如果将最终的胜负归结于那一个罚球 那这明显忽略了导致为什么比分会在那一刻如此接近 以及前面全部的复杂过程 混沌理论告诉我们 结果是整个系统的演化而非单一链条的终点 总之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质上是混沌的 他既遵循着严格的物理定律 又广泛关联充满不确定性 有一部04年上映的电影《狐狸相映》 讲述的是主角艾文能够穿越回童年 试图修正过去的事来拯救所爱的人 然而他每一次微小的改动 都会在返回现代时引发意想不到的结果 甚至是更糟糕的后果 这正如我们的人生 我们每一个选择都遵循着我们的思想与逻辑 但这些选择在漫长的时间里相互作用 最终将我们带向何方 却充满无限的不可预测的可能性 你相信因果 但是你又不相信人生可以被预测 这才是蝴蝶相映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 一只蝴蝶在巴西青山之宝 真的可以导致一个月之后 在德克萨斯州引发一场融临风吗? 从混沌的理论角度看 答案是可以 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蝴蝶的力量有多大 而在于天际系统本身就具有不稳定性 蝴蝶青白翅膀 刚好打破了那个脆弱的平衡 给最终结局一个确定的方向 也就是说蝴蝶可以引起一场融临风 它也可以阻止一场融临风 我们经常说细节决定成败 选择改变命运 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个理论 来解释其中的内涵呢?